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编 那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Gamma Coupon第二代 现在已经正式有公告 就是在明天5月29 维护之后就会推出 但是他有一些细节要大家特别去注意的 因为他现在等于是处于一个宣传的阶段 也就是说你拿到了 你虽然拿到了但是还不能用 那为什么不能用呢 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他这个画面上看到的这个箱子 Gamma Coupon二的这个箱子 他贩售价格是100 但是你必须要在6月12号维护之后才能使用 所以你把这个箱子 你现在买了之后 他只会存在你的道具栏里面 就占一个格子 然后你不能存仓不能交易不能删除 他就是占一个格子 那必须要到6月12号维护之后 这个箱子他才能打开 你才能去拿到这张里面的这个Gamma Coupon 所以大家也不急着去去抢先去买 那6月12号这个日子就可能会比较多人有这个问题 说为什么会想要有这一天的这个设定 那这个当然可能会跟新职业有关系 那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就是活动道具的设定 Gamma Coupon 他的这个设定就是 他在使用之后 他会依照账号符合的条件状况 出现可以重新一次进行挑战 蓝变或者是蓝变红变 纸变金变的这个合成 那详细的说明他总共其实有分成三种不同的这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 他真的有分成三种资格 第一个就是你在6月5号之前 就是天堂M开服之后到6月5号之前 也就是说未来是 今天这个礼拜才5月嘛 也就是说下个礼拜之前 你只要有合成失败过 红变 然后 纸变 或者是金变的话 你只要有合成过 你就可以用Gamma Coupon 再合成一次 我举个例子 我 譬如说我用蓝变合成红变 失败N次 不管是几次 反正只要有任何一次 那我使用Gamma Coupon之后 我就可以再用这个 你就不需要有蓝卡 不需要有几张这个蓝变卡 你就可以直接再合成一次红变 那当然有没有成功 这个也是几率性的 那再来另外一个假设是 如果我今天有合成纸变 跟红变失败的话呢 它会用什么来做决定 它会以最高阶来做决定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合成红变 跟纸变都有失败记录的话 那你使用Gamma Coupon的时候呢 它会让你合成纸变 那红变的部分 这个就是没有了 它机会只有一次 所以它是让你合成最高阶的这个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 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合成过这个 红变的话呢 你也没有合成过传说 或者是神话阶级的这个变身的话呢 你会直接获得一张蓝变 你会随机获得一张蓝变 是什么就不一定 那如果说你是6月5号维护之后 才加入的这个玩家 就是新手或者是你的新账号也好 你开这个Gamma Coupon 就会直接拿到一张这个蓝变 它的设定是这样子 那这边有写说 Gamma Coupon的符合条件 是依账号合成记录去判断 所以你必须要有合成才算 如果你有几张卡 卡在这个 在这个道具栏里面 在这个卡子里面 你都没有去合成的话 这个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必须要在6月5号之前 6月5号维修之前 你先把它合成一次 就拼拼看 如果说你有的话 拼拼看 那这个如果说你的Gamma Coupon 没有用的话 它会在6月26号 这一天 如果没有用的话 它就会删掉 所以不论 你有没有合成过 至少你 开起来就是会保底 给你一张蓝变的这个意思 好那以上呢 就是关于这个Gamma Coupon 第二代的这个介绍 那如果喜欢小编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在影片的右下角 按下订阅 那我们会随时 不定期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新资讯或者是攻略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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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